在命理学中,生肖的运势变化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特别是星象和五行的转变。 未来一周内,财运最佳的四大生肖将会是鼠牛、鼠马、鼠猴和鼠猪的人。 他们将迎来财源广进的好运,这背后的原因与五行相生相克,星象移动以及个人特质密不可分。 首先,鼠牛的人在未来一周内财运亨通,主要归功于其命功中出现了正财性。 正财性的出现意味着鼠牛人将在工作和事业上获得稳定而丰厚的收入。 命理学中,牛属土,儿土代表着稳定和坚实,这使得鼠牛人在处理财务问题时更加谨慎和稳重,同时也能够抓住机会。 未来一周,鼠牛人应该注重理财规划,合理分配资金,特别是要避免投机行为,保证财务的稳定增长。 其次,鼠马的人在未来一周内,财运也将非常旺盛。 马鼠火,儿火代表着热情和能量。 在这个周期中,鼠马人命功中将有偏财星出现,这意味着他们将在投资和副业方面获得意外之财。 偏财星的出现常常意味着机会的到来,但同时也伴随着一定的风险。 鼠马人应该在把握机会的同时,保持谨慎,不要被一时的利益冲昏头脑。 特别是在投资方面,应该多做调查研究,避免盲目跟风。 鼠猴的人在未来一周内,也将迎来财运的高峰。 猴鼠金,儿金代表着财富和贵重。 在这个周期中,鼠猴人的命功中将有贵人星的出现。 贵人星的出现意味着鼠猴人在财务上将得到贵人的帮助,无论是在人脉上的支持,还是在具体的财务指导上,这都将为他们的财运带来极大的提升。 鼠猴人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多与贵人交流,学习他们的理财经验,这将有助于他们的财富积累。 最后,鼠猪的人在未来一周内,财运也将非常旺盛。 猪鼠水,儿水代表着流动和生机。 在这个周期中,鼠猪人的命功中将有福星的出现,这意味着他们在财务上将会有很好的运气。 福星的出现,常常意味着财运的提升和生活质量的改善。 鼠猪人应该在这个周期中保持积极的心态,勇于尝试新的财务机会,同时也应该注重财务的稳定,避免过度冒险。 这四个生肖在未来一周内的财运旺盛并非偶然,而是命理中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从五行相生相克的角度来看,这四个生肖分别代表着土、火、金和水,这四种元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使得他们在这个周期中财运亨通。 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这样一个相生的循环,使得这四个生肖在财运上形成了一个良性的互动。 此外,星相的变化也是影响这四个生肖财运的重要因素。 在这个周期中,吉星高照,特别是与财运相关的吉星,如正财星、偏财星、贵人星和福星,这些吉星的出现,使得这四个生肖在财务上能够获得更多的机会和支持。 吉星的出现常常意味着机会的到来,但也需要这四个生肖能够主动把握机会积极行动。 然而,命理学并非仅仅关注外在的星象和五行变化,更重视内在的修为和心态。 这四个生肖,在面对财运提升的同时,也应该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不焦不燥。 财运的提升固然令人欣喜,但如果因一时的得意而失去了理智,反而可能招致不必要的损失。 因此,这四个生肖在享受财运旺盛的同时,也应该注重理财规划,合理分配资金,避免过度冒险。 从命理角度来看,这四个生肖的财运旺盛与他们的生肖特质也有关系。 属牛的人勤勉踏实,懂得鸡肋,属马的人热情奔放,勇于尝试,属猴的人机智灵活,善于抓住机会,属猪的人获达乐观,善于享受生活。 这些特质使得他们在面对市场变化时,能够迅速做出反应,抓住机会。 特别是在现代经济环境中,市场瞬息万变,快速反应和灵活应对是成功的关键。 这四个生肖,凭借其特有的敏锐直觉和机智头脑,能够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脱颖而出,获得财富。 然而,财运的旺盛并不意味着一帆风顺。 这四个生肖,在享受财运提升的同时,也应该警惕一些潜在的风险。 首先是市场风险,任何投资都有风险,他们应该保持谨慎,不轻易投入过多资金在高风险项目中。 其次是人际关系风险,财运提升可能招致小人嫉妒,他们应该注意保护自己的财务隐私,不随意透露个人财务状况。 同时,也应该谨慎选择合作伙伴,避免因信任错误而遭受损失。 总的来说,未来一周内,属牛、属马、属猴和属猪的人将迎来财运的高峰期,这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命理学的视角,提供了我们理解这一现象的理论依据,而更重要的是这四个生肖的自身努力和智慧。 在这个的天独厚的时机中,他们应该保持积极进取的态度,谨慎理财,合理规划,这样才能真正实现财富的稳步增长,享受财运带来的丰厚成果。 无论面对多么旺盛的财运,保持谦虚谨慎,积极向上的心态,始终是成功的关键。 希望这四个生肖,在这个财运高峰期中,不仅能够实现财富的快速增长,更能够在事业和生活中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其实生肖运势的高低,是所有人都无法去操控的,唯有修行自身的智慧,是趋吉避凶的唯一法则。 在这里也分享一篇文章,希望各位有缘的朋友能静下心来,好好的读一读,也许能给你一些简单的领悟或心灵的沉淀,相信这对你未来的运势会有很大的帮助。 有人说过,宇宙无极限,人生有穷实,这偌大的宇宙,那是没有尽头的。 而人生,相比较于宇宙而言,连一粒灰尘都比不上。 哪怕你我穷尽一生,也抵不过星辰转动的一瞬间。 对此,每个人都在思考,人生处于这茫茫天地当中,又有什么意义呢? 这万事万物,又有什么价值呢? 这种思考,就是哲学中所谈到的终极问题,从哪里来,又从哪里去。 像这种思维幅度如此巨大的问题,那是没有标准答案的,每个人的看法都不一样,每个人的追求都不尽相同。 道家的庄子给出过这么一个观点,深受历代名人闲适的推崇。 庄子认为,不乐寿,不挨妖,不融通,不丑穷。 不拘一世之利,以为己私分,不以王天下为己出现。 显则明,万物易辅,死生同壮。 大致意思是,不因为寿命长而快乐,不因为中途夭折而悲哀,不因为通达而光荣,也不因为贫穷而感到耻辱。 不把谋求世间的利益当成本分,不把统一天下看作是自己处于显赫的地位。 显赫就会张明,然而万物最终却归结于同一,死与生也并不存在区别。 这番话,其实说明了三个道理。 身处于茫茫天地当中的人们,不要为了一时的荣辱成败而患得患失。 寿命长也好,中途夭折也罢,这都是某些人必然的命运,我们只能坦然接受。 而所谓的贫富,那更是常态。 有钱人过奢华的生活,无钱人安贫乐道,反正结果都是一样的。 世人之所以活在了迷茫当中,不在于他们没有能力, 而在于他们没有通透的见识和智慧,只能在迷茫当中痛苦到老。 你我为了利益和地位而纠结,到最后也是没有什么价值的。 只要世人都有这么一种想法,要当人上人。 可就是这般人上人的追求,让世人堕入到了沼泽当中,越是挣扎,被吞噬的速度就越快。 为什么宇宙如此广阔? 为什么人类之寿命如此短暂? 就是因为自然的规律,要让我们明白,无论得到什么,都是短暂的,到了尽头,都是带不走的。 就像那些为了争名夺利一辈子辛劳的人,他们真的就快乐吗? 不见得。 也许,他们都在争名夺利当中,活成了最为麻木不仁的自己。 道理三,万物的最终结果都是殊途同归的,并没有什么区别。 庄子这番话的核心之处,就在与万物一辅,死生同状这八个字。 这八个字,可谓把整个人间,或者整个宇宙的归途都说透了。 大致天体星球,小致个人蝼蚁,都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回归到虚空当中,并没有什么人与事可以置身事外。 生与死,又算得了什么呢? 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罢了。 人存在于人间,地球存在于宇宙,本质上都是相似的,那就是茫茫万物中的一部分。 庄子对于世间万物的意义,那是看得特别透彻的。 就拿庄子丧妻这件事来说,为什么庄子会在妻子离开后还敲打着盆子大笑呢? 因为庄子知道,人离开了,就真的无法复生了。 既然如此,为什么非要悲伤呢? 尘归尘,土归土,不正是万事万物的必然归宿吗? 春天的细雨洒落人间,土壤是他们最后的归宿,夏天的微风穿过林间,一片林海就是他们最后的归宿,秋天的枯叶逐渐凋零,化为尘土的一部分, 就是他们最后的归宿。 冬天的寒冰颜绵万里,可融化为河流的水源,也是他们最后的归宿。 所有人的归宿都只能是回归到自然罢了。 看透了这一点的庄子,所以对生死并不在乎,也不把成败荣辱放在心上。 不管是他自己,还是所谓的王侯将相,不也是种中枯骨吗? 对此,他在《庄子之北游》中写道,人生天地之间若白居过细,忽然而已。 人生存于天地当中,就像是一匹白马穿过了一个缝隙一瞬间的事儿罢了。 庄子的思想,在我们看来,也许有些虚空且广阔了。 但是,这种思想,偏偏是人立身于世,以及活得通透的关键。 看到别人很有钱,你特别羡慕,从而产生了羡慕极度恨的心理。 那你就算锦衣玉食,也不会活得快乐。 这,岂不是辜负了人生? 你要有这样的观念,钱财多少,够用就好,反正几十年或者上百年后,无你也无我,都回归到自然当中,人生本就是公平的。 看到别人住大房子,你就产生了仇怨的心理,觉得人世间不公平,人生没有意义。 这,又何必呢?要知道,你我同属于一片天地当中,都是红尘的过客。 大房子也好,小房子也罢,都是暂居的,又有谁能千秋万代呢? 人生会有消失的那一天,宇宙也会有消亡的那一刻,一切意义皆是回归自然,仅此而已。 好了,以上资料来自于网络,那么分享就到这里,天道酬勤,要记得机会永远是给准备好的人,祝福各位亲爱的朋友,福气满满,财气满满,身体健康又逍遥,下期见。 感谢观看